听过喂补母乳的好处 你可能会问 喂母乳会辛苦的吗 很多人说 刚出生的小宝宝吃母乳吃得好频密 有时候一天要喂十多次 对妈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不如听听Wendy的分享 不要怕辛苦 因为很多时候为什么会转喂奶粉 就是因为妈妈怕辛苦 但其实无论喂奶粉也好 喂人奶也好 我们开头刚刚生完BB那段时间 身体是比较虚弱 而且真的很容易累 一到喂奶那一部分 是无人可以代替到的 这件事我可以说是很自豪 因为只能够我可以给到我的BB 没有其他人是可以做得到的 让我们看看喂母乳的妈妈 是不是相比喂婴儿配方奶的妈妈 要付出更多努力 开始的四五个星期 是妈妈和宝宝的适应期 妈妈要学习喂奶技巧 乳房也要按宝宝的需要 来调节奶量 而宝宝就需要学习吸水的技巧 所以刚开始喂补母乳 相比用婴儿配方奶喂补宝宝 妈妈要付出更多努力和时间 比如要频密地喂呀 约四五个星期 喂母乳的妈妈要付出的努力 跟喂婴儿配方奶的妈妈 是相弱的 过了这段适应期 喂补母乳就会变得更轻松 因为可以随时随地喂 又不用任何准备 那么喂母乳是不是很容易呢 让我们听听另一位妈妈 苏妮亚怎么说 我刚刚生了个BB了 五个月了 BB已经 她现在我就由生 那时候到现在 都是全母乳喂暴的 我希望可以喂到多久 得多久 打算是一生完就应该会喂的了 她以为是一件很天然很简单的事 不需要任何技巧或者什么的 她真的有些技巧的 苏妮亚就说对了 原来我们是要做好心理准备 要用时间来学习喂奶 和向医护人员学习喂补技巧 过了最初那段适应期 喂补母乳其实是一件很自然很简单的事 为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hol인이 пох onion 并儿 溶解 转到来